在网上跟人对骂黑号后 我被强制传送进恐怖游戏 突然飘来无数弹幕 教我如何闯关 我按弹幕要求 跟Boss玩秦王绕住 结果三秒内便被抓 砸死 砍死 勒死 选个死法吧 他阴郁眼眸浮现失去笑 我端向着Boss俊美的脸 眼神下滑到他精壮的身材 能选被你亲死吗 Boss明显一愣 而后别过头去 耳阔通红的咬牙切齿道 可以订阅恋恋推文 每天更新精彩完结文 正文现在开始 我因无聊 随机点开了一款恐怖游戏 没想到 我在第一关卡便死了366次 满腔怨气的我遇到了游戏官方直播 我幽默风趣的话语 让官方如听仙悦耳赞鸣 当场下麦要去封我号 全服封为我为胆大的王者 而现在身为王者的 我被强行传送进游戏中 游戏屏幕上赫然出现我游戏名 大壮 第一关卡反向躲猫猫启动中 玩家为猎人 Boss们化身物品躲藏 天亮前 玩家找出所有Boss赢 若未找出 可用武器对战Boss 玩家 大壮 初始身份 进入第三关后随机抽取 武器 限量使用十次的匕首 一刀伤害值为二十 随机场景 荒废的KTV 我看着屏幕上冰冷的字 吓得扑通跪地 传送进来的玩家 就没一个能活着出去 这么漂亮的小姑娘 只是嘴毒 对不至死吧 只有三次机会 三次失败就得死 我揉了揉眼睛 确定自己没看错 天空中居然飘着无数弹幕 我努力让自己冷静下来 眼下当务之急 是先通关 紧张刺激的BGM响起 已知第一关有八个Boss 化成物品的Boss生命值为二十 而天亮后追逐战时的Boss 最低生命值为一百 只要我精确地在躲藏期 杀死所有Boss就能通关 去厕所看探 等级越高的Boss越变态 大壮战绩这么差 估计要命丧第一关 我遵循弹幕所说进入厕所 大部分隔间都很脏 唯独最里面的马桶很干净 像是在诱惑我上 最里面的马桶诡异得很 快去捅一刀 我握紧腰间的刀 忽得眼神披见 一旁沾满污秽的拖把 啪哒 拖把头重重按进马桶里 马桶上方出现血条 靠 他用马桶拖把Boss无死了 还能有这操作 精神物理双重攻击 我拖着拖把走进一旁男厕所 果然在男厕所里 又发现了个变态Boss 一记旋风拖把大摆锤 砸掉Boss19滴血 又来一记拖把大摆尾 直接送Boss上西天 还有六个我倒要看看 他有什么花招 这游戏还能这么玩吗 我将手清理干净 哼着小曲慢悠悠地走到KTV大堂 哼 老娘在同一关卡死几百次 你们当白死的呀 大厅里的音响被我熟练修好 一曲劲爆的嗨嗨歌 淹没了BGM的声音 不是 他想干嘛 释放噪音 把Boss们炸出来 好幼稚 这样就会出来 你刚洗手忘关水龙头了 游戏里也要节约用水呀 水龙头的水已经弥漫进每一个包件 我拿出多余的音响电线放入水中 水流导电 Boss升天 惨叫声 随着嗨嗨歌不绝于耳 一曲弊 我拎着刀库库找有血条的物品补刀 34567 还有一个呢 屏幕上30秒天亮倒计时 让本来从容的我瞬间紧张 我眼神呼得停留在音响旁的面具 先前那边有面具吗 倒计时10秒启动 我飞速冲过去 扬起手中匕首 面具上居然自动出现血条 等等 2000亿的血条 靠 新手村碰到这要牛的怪 我在决赛圈都没见过 亲一下呀 亲一下好存档 亲亲 快点亲一下 不然存不了档又得死 3 2 一来不及思考 我强势捧起面具亲了上去 这触感 怎么那么像人的蠢 天亮了 远处大门打开 居然有这种玩法 谢谢大家 我发疯般向着大门跑去 昔日记忆在我脑海里走马观花 倘若这次我能活着出去 以后一定不跟人吵架 我一个飞跃跳入大门 门缓缓关闭前 我见到那面具仍然愣在半空中 Boss卡掉线了 恭喜通关 第一关下班卷躲猫猫启动中 两级反转 玩家化为物体躲避 随即出现上个关中卡的 一位Boss成追逐者 屏幕上的字 让我嘴角直抽搐 套娃 怎么第一关还分上下 紧张刺激的BGM再度响起 周围的场景变成了抓娃娃游戏厅 天杀的 这也没其他选项 只能变娃娃了 不远处Boss的脚步声响起 我随即变成一只娃娃 躲进娃娃机里 为了安全 我特意拱到了最底层 哒哒 四指尖敲击玻璃的声音 刺耳间叫声响起 居然有其他玩家 在上半场死了太多次 我还以为这是个单机游戏 惨叫声不绝于耳 Boss的指尖敲击在我所在的娃娃机上 我极力克制自己不动 脚步声再度远离 我浑身上下都被汗水打湿 啪哒 两枚硬币被投入娃娃机 Boss操纵着夹子伸进了娃娃机 以我多年加娃娃经验 夹子都是松的 没两百个币绝对加不起来 冰冷的抓夹 将我跟七八个娃娃一同加起来 天杀的游戏方 你可真是良心上架 这特么才两个币 我掉落后一个翻滚 抢先出仓 逃 求生欲让我化身一流运动名将 这Boss居然在三分钟内 杀了这局除他外的所有玩家 强得离谱 可惜我们只能同步他的视角 不然真想看看这Boss长啥恐怖样 下次玩的时候避开 看来这局是要团灭 我猜这Boss是被他用马桶拖门死那个 不然戾气怎会大盗 上来就杀人 这群弹幕就知道说风凉话 我跑的心脏都快跳出来 而不远处已经是游戏厅死角 跟在Boss身后走 躲在视线盲区 对 顽情王绕住走 拖延到天亮门开 关键时刻还得看弹幕 Boss的黑靴越来越近 我立刻躲到视线盲区 准备跟在他身后走 下一秒 一只大手直接牵住我喉咙 我瞬间从毛绒玩具化为人形 干 这根本行不通了 俊美的脸赫然出现在我眼前 即便我已成人形 可他一米九的高大壮汉身材 依然衬得我如同一只带宰的兔子 窒息感让我的恐惧 取代了花痴的情绪 两千亿的血条 这祸是先前被我亲的面具Boss 不行啊 再帅也是Boss 你有点意思 我给你个选择权 他英语眼眸浮现嗜血笑 砸死 砍死 威死 自己选个死法吧 我端向着Boss俊美的脸 眼神下滑到他精壮的身材 既然都要死 那我不如胆大一把 调戏大Boss 成为载入游戏史册的女人 能选被你亲死吗 无数弹幕在我眼前划过 女人是在加速自己死亡 你刚刚忘记存档 我猜这Boss等会儿能连杀你三次 死花痴 这是恐怖游戏Boss 亲手把你大卸八块差不多 Boss明显一愣 然后别过头去 耳阔通红的咬牙切齿道 可以 啊 我还未反应过来 唇便被Boss封住 他单手将我懒腰抱起 稳计笨拙却不霸道 明明呼吸灼热 却连撬开我唇都不会 心跳如雷鼓 游戏Boss居然也有心跳 这游戏设计的还真细节 亲不死 他耳朵红得欲滴血 我再试试 天亮了 他有些意犹未尽地放开我 十秒后我会追你 他音调又变回冰冷而神秘 跑吧 十秒瞧不起谁呢 门的光芒打在我脸上 等等 这关的门在天花板上 上天花板的唯一通道 竟然是根柱子 柱子上方标注三十秒后 柱子会逐渐消失 真变态 我瞬间一个猴子上树 三下并坐五除二 疯狂向上爬 不行 再快点 Boss 马上要追过来了 十秒过去了 Boss 怎么还没追 等等 已经三十秒了 柱子怎么没变 弹幕吵成一团 失利地回头望去 Boss站在原地 慵懒得单手插兜 另一只手 举着一件消失的柱子 下关键 大壮 倘若再给我一次机会 我一定做个不善言辞 从不骂人的那项女娃 屏幕显示 上下两次结算结果 二笔 曹 上一句话撤回 我对着电脑疯狂 痛骂不到两分钟 第二关已加在完成 上一关 你靠不正当手段获胜 这关可就没那么简单了 怎么办 我有点磕你跟Boss 楼上的 这是恐怖游戏 能不能有点尊重 不过Boss真的很帅啊 玩家 大壮 初始身份 未获取 上关结算等级 二笔 获赠武器 苍蝇拍 通关要求 攻击Boss伤害值需达500 天亮后进入第三关 我握着手中苍蝇拍 绽放恶趣味的笑 这关有点意思啊 要是能用这苍蝇 拍拍大帅哥Boss的屁股 做梦都能笑醒 随着场景加在完毕 一头巨大的八爪鱼向我冲来 我弹跳起飞 退后半里地 不可置信地看看这三层楼高的怪物 又看看手中略显鲜弱的苍蝇拍 天杀的游戏方 八爪鱼穷凶极恶地追着我 我边跑边发出尖锐报名 故意针对 怎么只追我呀 眼前半个人闪过 他下半身已被变异 巨型乌龟吃掉 倒是一视同仁 一直这么跑不是办法 我余光扫过不远处的门 立马跳了进去 大门被怪物砸得砰砰响 第二关Boss被增强了呀 不过 看过上一关二百万血条值的Boss 这种小儿科了 大壮不是会勾引Boss 这种怎么不上 怎么能对Boss厚子薄比 大壮你应当一视同仁地吻 请立刻亲吻八爪怪 砰 八爪怪的爪子砸穿房门 我一个苍蝇拍打了上去 掉血一白 牛啊 这苍蝇拍居然这么厉害 疼痛让八爪怪收回一只爪 敢用另一只爪打我 奇怪 是要我语录均瞻地打 我左右开弓 啪啪开打 旋转跳跃 我闭着眼 一记苍蝇拍混合招 Pro Max版 打得章鱼割掉了499滴血 我又酷酷追着打了两下 掉了0.002血 好家伙 超人家X西西式版 眼看着倒计时声音响起 我扼向胆边声 举起苍蝇拍冲了出去 刚结束完战斗的怪物们 纷纷回头看我 打扰了 我撤回一个我自己 几乎所有的怪物都向我撞来 叮咚声响起 怪物们瞬间消失不见 天空中出现一段文字 由于当前存活人数过多 家X赛即将开始 限时30秒 存活人数过多 这场才活下来7个人 第一次看到家X赛 大壮不愧是得罪游戏方的人 大壮不嘎 游戏方心难安 可怜我刚科壮跟BOSS的CP 熟悉的BGM响起 当前存活人数瞬间变为1 千疮百孔的门被打开 俊美的BOSS出现在我眼前 是你 我快跳出来的心终于平复 他有些为难地望着我 遗憾地摇头 抱歉 现在是游戏时间 我被嘎了 无情的BOSS 咱们俩这么暧昧关系 就不能手下留情吗 幸亏加10赛前我存档 熟悉BGM再度响起 只要撑过30秒 我眼神环视房间 这房子里居然有狗洞 我不带任何犹豫地钻了进去 随之而来的是 一个又一个的拐弯 八爪鱼的模样 突然在我眼中浮现 他爪子是先右后左 又右上上上左 我按照记忆疯狂爬 眼前终于出现了光 兴奋地我立刻冲了出去 天杀的 怎么是悬空的 强烈的失重感 意料中的疼痛并未来袭 因为我稳稳落入 BOSS皆是有力的怀抱 别杀我 我吓得立马弹跳落地 游戏时间已结束 他低沉的音调 夹杂着些许愧疚 游戏中 我的行为受到管束 我看向天空中显示 游戏进入清算画面 等等 我还差0.001值 几乎没有任何犹豫 我提起苍蝇 拍遍山寨他的腹肌 伤害值0.0000001 BOSS微微一愣 我心提到了喉咙 不会因为我打他生气了吧 我下意识地想逃 却被他拦住腰 按在怀中 你武器不行 他取下腰间挂的匕首 塞到我手中 我还未反应过来 他便握着我的手 捅入自己胸膛 伤害值一千 够了 别 他望着我眼神深情而变态 几乎没有任何犹豫地 又给自己来了一道 血条直下关 你会用到 可你会疼 我心疼地看着他那渗血的胸膛 亲 他按住我后脑勺 强势拥吻 稳能止疼 游戏传送倒计时声音响起 他化为漫天黑色烟花 将我缠绕后消散 此刻怦然心动的爱意 让我忍不住 伸手想将他挽留 屏幕显示出本次结算结果 B BB 老娘击毙你 我气得向前冲去 身子却悬空下落 玩家 大壮 初始身份 即将获取 结算等级 3B 武器强化 苍蝇拍进化第二等级 机缘武器 C的随身匕首 血条直 一万血条直 通关要求 天亮前 完成任务后 血条直最高的前五位 进入下一关 原来他叫C吗 砰 老娘的脸 跟大帝来了个亲密接触 还没等我站起身 冰冷的刀 便抵住我的喉咙 不讲武德 还没喊游戏开始 我抬眸 看向眼前的怪物 等一下 这些是玩家吗 没想到你能活着 进入第三关 领头刀疤男面色嚣张 系统悬赏谁能杀你 或五百血条直 进入第三关 是专门给我们送人头吗 身旁小弟附和着笑 他血条直怎么这么高 刀疤男手忍不住的抖 我捕捉到他害怕的情绪 瞬间想明白一件事 啪啪啪 我握紧苍蝇拍 打掉他们武器 对着他们的鲁弹头 就是一顿痛拍 大侠饶命 别在我们身上浪费时间 您这么高的积分 值得赶紧去广场领取身份 我看向前面 不远处冒光的广场 立刻奔跑向前 游戏方真是小肚鸡肠 什么有用信息 都不给我家大壮提供 无妨 大壮擅长勾引之术 迷得Boss裤裤筒 自己献血条 大壮这血条直 估计能解锁最高身份 广场旁已占了 几个身形高大的人 但我想要靠近 一飞扇向我袭来 偷袭 我尖叫的想躲开 谁料那扇子 却呼的停在半空中 软言 谁懂啊 在游戏里被人叫真鸣 跟被按暂停键 有什么区别 他快速向我冲来 眼神中满是激动 我望着眼前戴眼镜的 俊秀斯文少年 只觉得格外眼熟 这人好像是我大学同学 我是陈青 你忘了吗 他悲伤的低下头 额前碎发遮住眼眸 我追了你四年 你变化也太大了 我无法将眼前的大帅哥 跟当年痴迷带马的格子 衬衫黑胖男队上号 想变成你喜欢的样子 他下意识的想握我手 被我不着痕迹的甩开 我不喜欢你 跟你的外貌没关系 他怅然若失的收回手 你为何会出现在这里 来这个都是坏人 他自顾自的说着 呼的瞥见我头上的玩家名 我一直说着都是坏人 我愤怒地瞪着他 我看游戏房就是变态 专门找我们这些 具备人间一切美好品格的人来折磨 你居然会骂人 还骂得那么狠 他不可置信地摇头 不 在我心里 你只是寡言少语的白月光 绝不会说乌言会语 那是老娘懒得理你 我不屑地扫过他 将手伸向水晶塔 无数的身份卡牌 在天空中排列整齐 皇后 公主 将军 宰相 兵族 百姓 最角落 闪着意义光芒的卡牌 一直未被翻过来 选皇后 我会帮你通关 他搭不上前 握住我想选牌的手腕 别碰那张卡牌 我本能地甩掉他的手 退退退 他瞥见 我嫌弃地擦他触摸过的地方 唇角勾起自嘲的冷笑 就这么瞧不上我吗 我没搭理他 立刻用2000血条值兑换隐藏卡牌 卡牌翻开 女皇 玩家大壮 您的初始身份已激活 女皇需在天亮前 收服血条值 高于自身的玩家或妖怪 可收多名 共计血条值高于自身一颗 随着电子屏幕熄灭 五根项圈链出现在我手上 哇靠 哪个玩家愿意当狗啊 我震惊地望着手中项圈 我愿意 他病态的眼眸里满是爱意 收我一个就好 我抬眸 看向他头顶显示的血条值 五万 不是吧 我跟boss暧昧关系 走后门才这么高 他干啥了 我狐疑地落在他的屁股上 遗憾地摇头 为游戏牺牲这么大呀 玩家如果被收服 自身血条值将全部归于主人 这人疯了吧 魅术 魅术 大壮一定会魅术 陈青这个名字好熟悉 弹幕的八卦让我头疼 我摇头表示拒绝 当初你追我时天天跟踪我 我无法信任一个死变态 炎炎 我只想让你赢而已 他某种满是受伤 游戏中不许叫我真名 请叫大壮 我怒目瞪他一眼 转身变向收服boss的大门冲去 以我现在的血条值 没必要靠伤害玩家晋升 一扇大门打开 现在去伤害其他玩家还来得及吗 我一边吐 一边收了四个丑的稀奇古怪的boss 奇怪 第一个怪物五千 后面怎么越来越低 系统四跟我做对班 门外出现的都是小怪 我气得随机哭哭开门 呼的一扇门打开 无边无际的花海入目而来 立于花海中的boss吓得我后退 这关没我 boss耳朵微红 我激动地向他冲去 眼神好奇地打量面前的他 他换衣服了 原先的黑色冲锋衣 换成了黑色衬衫 健瘦的肌肉引线 好小子 这么帅还打扮 想把我帅死 这么久没见 不先亲我一口吗 他强硬地搂住我的腰 我抓住他衬衫衣领 点起脚尖稳在他唇角 没你为啥还来 他靠在我耳畔低声嘻喃 我想你了 我可还缺一个boss 我玩味地仰了仰手中的相圈 他几乎没有任何犹豫地 将相圈套在自己脖子上 系统界面并未显示增加一个boss 没用啊 我轻拉相圈 将他拽到我眼前 我知道 他粗糙的大掌 轻柔抚摸我脸颊 我只想让你知道 我是你的 你可以随意处置我 我心听得砰砰直跳 他呼得伸出手 大门不断地如同套娃般打开 一只怪物如同小鸡仔般 出现在他的手中 现在够了 他轻打了个响指 巨型怪物便瞬间晕倒 这么容易 我震惊地想偏过头 却被他捏住下巴 奖励我 他灼热地吻封住我的唇 强势中带着温柔 不得不说 身子发麻 软软地依靠在他滚烫的胸膛中 不许亲唇搅 唇对唇才叫亲亲 他呢喃撒娇地蹭我脖子 小心系统 他针对你 倒计时声音响起 他再度化身黑色烟花消失 原先他脖梗上的项圈 已落到那怪物身上 我满面春风地哼着小曲 一蹦一跳地 拽着丑到兔的怪物们出了门 浓厚的血腥味 让我忍不住地打喷体 地上到处都是玩家的鲜血 陈青坐在玩家们叠成的尸体上 苍白修长的手指 垂放在膝盖 滴滴鲜血从指尖流下 他抬眸与我对视 沾染鲜血的脸庞 格外可怖 你嘴唇怎么破了 他暴虐的眼神 再看到我身后的丑BOSS后瓦解 因为怪物太丑 骂破嘴了 大家都是玩家 你何必赶尽杀绝 我警惕地往后退 原先我还有闲心陪他们玩玩 可你出现了 他痴迷地盯着我 我只想跟你二人世界 少他们拿老娘 当你变态行径的挡箭牌 我瞪着他不住地后退 我给你个选择 他只向地上的尸体 过来抱我 或者跟他们一样 你算什么东西 姐两个都不选 我死死地盯着显示屏上的倒计时 好 撑过时间就好 他几乎如同闪电般 出现在我眼前 挡住去路 我都能接受嘴剑的你 你为什么不能接受我 他一把捉住 我想用苍蝇拍扇他的手 我只是嘴剑 你是罪剑 你什么都好 可是会说话 他钳制住我喉咙 没关系 我会帮你变成哑巴 我握紧腰间的匕首 一刀捅向他喉咙 C字的匕首 他震惊地望着我手中的刀 你怎么会有 倒计时结束 通关大门打开 我快步冲进大门 徒流满身是血的他 呆在原地 电脑屏幕显示出我的等级 B 系统绝对是在针对我撞 这波这妖牛还是B 撞姐这反杀干得漂亮 陈青也太变态了 楼上的 你真不觉得陈青很耳熟吗 我总觉得 我当初进这游戏 跟这小子有关 大壮跟C是真爱 壮姐跟C嘴都亲烂了 却不许陈青摸他一下 玩家 大壮 初始身份 女皇 结算等级 4B 武器强化 苍蝇拍进化第三等级 机缘武器 C的随身匕首 血条值 两万血条 收服怪 五个一看想吐怪 游戏规则 请在天亮前活下来 我缓缓睁开眼睛 却发现自己身处龙以上 真成女帝了 大殿中站着八位 占的笔直的玩家 我好歹当女帝了 各位能不能演的 尊重我点 陛下你有所不知 除却身份外 结算等级也同样重要 太监指着自己 头上的4标识 倘若你不是皇帝 以我的A等级 完全能发卖你这个B 天杀的 你说话能不能文雅点 我连忙摆手 眼神扫过众人头上标识 AABB BBAA ABC等着我演 凭什么人人都有A 只有阵没有 发卖 恐怖游戏 惊陷刀 我从未进过第四关 没想到是这么玩的 那敌太子 是不是能发卖数女帝 已知女帝为最高六级 太监为二级 AB之间 插额为一级 4B女帝跟4A太监一个等级 按照这插额 不用太子 4A大臣就能发卖4B女帝 我看着弹幕脑壳发疼 忽然 游戏界面显示 10号玩家入场中 陈青 我激动地跳起来 你上一关 不是被我宰了吗 来迟 久等了 他露出儒雅礼貌的笑容 头顶上的S惊呆众人 当然更让大家震惊的是 前面的SSS 我以为 就到顶了 连拿3S的人 居然在第三关混了个F 等等 他头上的身份标识 是国王 一局居然有两个头领 这是要分阵营了呀 在场的玩家 叽叽喳喳地说不停 炎炎 如果你选的是 皇后一定会赢 他满脸遗憾 现在也不晚 我可以再给你一个机会 切 咱俩等级也没差多少 你凭什么认为 大家都会跟你 我不屑一笑 众多玩家瞬间站到陈青的身后 他3S一次F 很明显是一次失误 而你逼得如此稳定 说明你实力如此 也不怪我们这么选 我被太监严余地说不出话 空中显示出游戏规则 第四轮游戏 采用阵营模式 取双方阵营的平均血条值 高得一方晋级 我激动得原地跳半米高 系统啊系统 你终于对我好点了 刷 几乎在同一时刻 除陈青外的所有玩家 都对我掏出了武器 血条值再高 你也得有命活到天亮后 玩家们一口同声 不许动他 陈青的扇子拦住那些人 奄奄我再给你一次机会 让我考虑一分钟 我立刻捧着头努力思考 腿狗狗碎碎的 夺不到大门口 想好了吗 陈青的眼中难掩激动 我比任何人都爱你 这么好 我挠了挠后脑勺 可我不喜欢人啊 我一个飞跃跳下大殿 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 向着BOSS复苏点奔去 老大 前面是会刷新终极BOSS的地方 他尚赶着找死 我们可千万别冲 下一秒 这两人皆死于陈青的扇下 你们也配干扰我 陈青如同蝼蚁般看向众人 你们去打野生怪物攒积分 两小时候到不了两万点 我不介意杀你们拉高平均值 我气喘吁吁的冲进林中 不远处 Z的身影出现 我刚想张口喊 便被一只大掌捂住嘴 强行从背后抱住 别声张 你会死 陈青忧心忡忡的告诫 我打不过他 我气得想翻白眼 这姿势被发现 你肯定会死 奇怪 Z只有中战时才会被刷新 这时间段怎么会出现 陈青的气息越来越重 第一次 跟你这么近的距离 呼的 他稳在我的耳垂 我抬刀对着他手就是一刀 他吃痛放开我 我拔腿就跑 属于陈青的怪物 如同倾斜般向我冲来 我五个怪物稀朔而出 却如同躺臂当车 靠 每个人不就五个项圈 他怎么收服这么多怪物 一记弯刀划过 妖怪们瞬间四分五裂 Z将我揽入怀中 挡住这些四剑的鲜血 Z 我惊魂未定地握紧他的手 这不是名字 他快速收回刀 眼神扫过那些消散的怪物 只是怪物的编号 那你叫什么 我抬手为他擦拭脸颊的蓝色鲜血 他垂眸想要思考 却疼得捂住脑袋 忘了 我心疼地揉着他的头 记不起来就别想了 倘若我能带你出去就好了 外面的世界比这里没好多了 他温顺地点头 如同一只被顺毛的大狗狗 你跟我姓吧 叫阮景言 我温柔地捧起他的脸 我这一生成也嘴败也嘴 你叫景言 可以时时刻刻提醒我 说话要三思 我喜欢这个名字 他乖巧地将我揽入怀中 蹭着我脖子 因为可以跟你姓 他蹭脖子的动作越来越大 你身上有其他人的味道 还没等我回答他 他温柔地吻 便密密麻麻地附在脖子上 奇怪 我无法辨别此人的信息 他应当不属于这里 不属于吗 我被吻得 心思早就不再正道 手本能地伸进他的衬衫里 泽泽 Boss耳朵通红 在我唇上落下一晚 我可不只想亲你 我邪笑着想脱他衣服 时间到了 他温柔的眼中藏满失落 小心翼翼地将我额前碎发掠置耳后 等BGM响起 见到我一定要跑 我本能的抱住 已经化为黑烟花消散的他 你居然跟Boss亲嘴 不远处地沉清 气得浑身发抖 又不是跟你亲嘴 关你屁事 我嫌弃地扫过他 握紧手中匕首 示意他别靠近 他有的我也有 他红着眼疯癫地盯着我 八块腹肌我有 你随便摸 我上上下下打量他 他最起码1米95 你只有1米79.5 我1米8 他咬牙切齿地握住扇子 别逼逼 我的眼睛就是齿 我握着匕首晃了晃 快滚 游戏不断会有新玩家结束 倘若你通关结束走了 他会遇到新的女玩家 总有一天会跟新玩家亲嘴 他愤怒地一拳打倒树 这样的公交车 你为什么会喜欢 放下占有欲 享受使用权 我害怕地往后退 爱这东西曾经拥有过 就已经很美好了 你宁可喜欢一串代码 也不愿意爱我 他发疯般向我冲来 我拔腿就跑 我是游戏的造物主 你既然进入游戏 就不可以不爱我 他疯疯癫癫的话 让我似乎窥见了真相 天空中的弹幕重新出现 我的直觉告诉我 大壮你往右边跑能火 这次我同意楼上的 这陈青变态的我很熟悉 我发疯向右跑 果然撞开一扇门 整齐排列的人 吓得我愣在原地 每个人的脖子都被套了项圈 呈睡姿状 漂浮在培养敏中 天啊 好可怕 我怎么看到我了 我还以为我们是观众 没想到 只是被囚禁在游戏中的人 错 陈青插着口袋 慢悠悠地步入房门 他们都是游戏中死去的人 是我仁慈 让他们成为观众 你恶趣味真多 我警惕地握紧匕首 毕竟 在好玩的游戏 没有观众喝彩 都显得有些许单薄 他扫过这些培养敏 眼底划过一丝恨意 进入游戏的人 是不是都跟你有仇 我不假思索地问道 他微微一愣 而后唇角绽放幸福地笑 不愧是我的挚爱 一眼就能读懂我心 因为你变态的肉眼可见 跟我在一起吧 我保你不死 他被我骂后 笑得更为开心 为何不是通关离开 我疑惑地皱眉 他扑斥一声笑出来 看我的眼神 像是在看痴呆 我创立这游戏时 就没打算让玩家活着出去 随着他话音落下 我们又回到大殿 那些小弟已经纷纷列回怪物 奈何人太多 平均值值在一万多 我血条值这么高 比均值你也赢不了 我握紧匕首往后退 几乎是在我话音落下那刻 他手中扇子便飞出去 几名玩家被割吼后 剩下玩家四散而逃 够狠 倒计时结束 由于有玩家成功逃走 我俩均值拉平 平了 我欣欣若狂后发现不对 为何通关门还未出现 大殿外传来尖叫嘶吼声 天空中出现终极BOSS 以刷新成功标识 当然是因为天还未亮 陈青露出兴奋的笑容 和我一阻杀BOSS 或者选择被你爱的BOSS杀死 熟悉的BGM响起 我心提到嗓子眼 CE握着弯刀 缓步走进大殿 我不由自主地走到陈青身边 下一秒 我一把将陈青推向Z 死到又不死频道 趁着陈青跟BOSS打斗的功夫 我立刻冲了出去 靠 外面怎么还有这么多怪 我打得浑身筋疲力尽 虚拖得重重倒在地上 大壮 站起来 大壮只差一点点了 带着我们的希望活下去 我拼死想爬起来 却被变异螳螂怪捅穿身子 强大的眩晕感让我再度倒地 我缓缓睁开眼 却发现自己竟出现在控制室中 在游戏中 只有重生待机状态才能来到这里 陈青浑身是血的半靠在操作台旁 哈哈 你被宰了 我笑得格外肆意 我还以为你有多厉害 还不是我家宝的手下败将 身为游戏世界的造物主 我也不能违反游戏规则 陈青自嘲轻笑 当初给他设置那么高的战力 直视杀玩家 没想到自视奇果 你菜就别说话 我闭上眼 安静地等待重生 我最后给你一次机会 重生去被他杀 还是在控制室永远陪着我 他语调充满诱惑 我们一起主宰玩家们的生死 重生 立刻马上重生 我的话刚落 熟悉的血腥气便袭来 螳螂怪的触手再度袭来 满血的我敏锐地躲过 抬手便了结了螳螂怪 我潇洒地转过身 喉咙便被钳住 他掐我喉咙的 手不住地抖 眼眸中满是不忍和痛苦 可手却控制不住 软肾炎 我笑着又叫了他的名字 便放弃挣扎 与其在这游戏中 被折磨成四人非人的怪物 不如死在动心之人手中 我闭上眼睛 等待死亡的降临 他却呼得松开我的手 待我再度睁眼 他正挡在我面前 手起刀落地解决剩下的怪物 由于对抗游戏规则 他的左手臂 已经开始消散成黑色烟花 他头顶的血条 直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掉 你疯了 这样下去你会死 我赢他了 他虚弱地倚靠着我 虽不能违背系统 但软肾炎能 撕心裂肺地痛哭 堵在我喉咙中 别哭 你要通关回家了 他颤抖地抬手 想擦去眼泪 可手在快碰触我时 化为黑色烟花消散 我想带你一起回 想跟你一起 看外面的风景 我不想你死 泪水将我淹没 我太难看了 他脸上皮肤斑驳 掉落成烟花 求你闭上眼 我含泪闭上眼 温热地稳落在我唇上 大壮 天亮了 他温柔的嗓音 消散在我耳畔 我猛地睁眼 黑色烟花至死不渝般 环绕着我 直到彻底消散 恭喜玩家大壮顺利通关 电子音循环 在我耳旁播放 砰砰 电机声取代电子音 软炎 父亲的呼唤声传来 我虚弱地扯开眼缝 只看到一群 围着我的白大褂 患者意识恢复 加强电流 距离我被抢救过来 已过三个月 由于我的实名举报 陈青的网站 已经被端掉 从此再也不会有人意识 被强制传送进 那个游戏世界 因游戏停伏 许多失去意识的人 逐渐恢复 可惜 由于他们很多人 睡得太久 身体机能还未恢复好 听说陈青也醒了 不过他刚醒 就被强行带走文化 这些年 他做的孽总要清算 我抱着花去医院 探望苏醒的人 这些人都曾跟陈青 至少有过一面之缘 因为一句话 或者一个眼神被他记恨 生命由此暂停了好几年 中年男满脸遗憾 您是 我上下打量他 我是陈青投资人的管家 中年男提起陈青 便面露愤怒 我老板带人温和有礼 惹得全公司 叫他大boss 陈青心生嫉妒 将他送进游戏世界 那他醒了吗 我遗憾地叹气 刚醒 在座附检 中年难气地想垂地 可怜我老板江征大好年华 白白耽误好几年 醒来后就魂不守舍的 我也是受害者之一 今天想看看其他苏醒的人 或许我能开导他 我跟随着管家的脚步 步入附检时 远处人的面容 让我手中的花坠落在地 我快步冲了上去 一把抱住他的背 江征 我松开他身子 试探性地喊他名字 江征是谁 他回过身 好看的眼眸里满事不解 他失忆了 我疑惑地看向管家想求证 忽然 他大手搂住我的腰 贴紧他 你不是给我取名软肾炎吗 他挑眉轻笑 不由分说地 便以吻封住我的唇 全文完